不論是科技大廠齊聚的台北國際電腦展 或在台大開講 字字句句不離台灣 回答執行長黃仁勳瓜起的AI狂潮持續延燒 還公布AI世界地圖 包含台灣在內多地發光 反觀中國卻一片黯淡 讓小粉紅玻璃心碎滿地 但這幾句話更令小粉紅崩潰 連逛夜市都能賣力挺台 好幾天過去卻不見中國官方大動作抗議 連網友也忍不住想問 北京當局不用回應嗎 更有網友點出牆內基本不敢提 就怕中國人多做聯想 而且中共也不敢制裁回答 惹不起就當沒聽到 過去黃仁勳還自詩台灣大使 被形容根本台獨分子 但小粉紅私下號召抵制 把回答顯示卡拆下丟進垃圾堆 卻被自家人留言調侃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沒有替代品 新加坡媒體聯合早報分析 黃仁勳不怕踩北京紅線 部分原因是揮答早已為中國市場 最壞情況做準備 加上自身在全球半導體市場舉足輕重地位 讓中國小粉紅敢怒不敢言 三立新聞 楊俊宗報導 黃仁勳不怕